身影节气,养护好身心 小寒,是冷气饥久而寒,但却未达到极致 此时,生气必须,饮冷异常,醉意生病 养生当以防寒补肾为主,脸藏精气,故本培圆 今日小寒,为愿大家身体无恙,过冬有三疑 以防寒保暖,温阳补肾首先是头部的保暖 头部乃是周阳之慧,是全身阳气最为充足旺盛之地 头部血管密集,热量易散发 若是受寒清则身体里的阳气容易散失 重则罹患各种疾病 小寒时节,外出时,要注意头部保暖 最好戴上帽子裹上围巾以防寒气入侵 其次是脚的保暖 俗话说,百病从寒起寒有脚下生,脚有诸多穴位 高达200有余,被誉为人体的小心脏 足部距离心脏最远,宫血较少 在寒冷的冬季,最易手脚冰凉 在平时,要穿着保暖性较好的鞋袜 若是鞋底过薄,可多垫两双鞋垫 在睡前,最好加入适量的姜汁泡泡脚 不仅能够散寒结表,也可温补阳气 但脚部有破溃或是对浆过敏之人,一定要慎用 泡脚时间不宜过长,15分钟为最佳 温度不宜过高,泡完后可用力揉搓脚心 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是背部的保暖 中阴又云,背为阳,复为阴 背部是人体阳气巡行的最大通道,统设一身之阳 可在冬日的正午阳光最充足之时适当晒晒后背 但时间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温氧背部可通畅气血 温续阳气,也可为身体浮正固本 二,一喝三茶,生发阳气 一,喝热茶,滋养暖胃 奔草食衣中有盐 茶为万病之药,饮茶,贵在养生,因四季而变 冬季炎寒,不再适宜饮用凉茶以及茶性偏寒的茶水 相对来说,醇厚温和的热茶最为适宜 比如红茶,普尔熟茶,甘普茶等等 但茶水浓度不宜过高,水温不宜过烫 虽说不同的茶水,有不同的功效 但都可生暖驱寒,强身健体 二,喝姜汤,驱寒驱湿 俗话说,家有生姜,小病不慌 冬日,人体内极易积累寒气 酱味辛辣,可渗透热量,是最便宜的驱寒保健食材 适当饮用姜汤可温不阳气,故阳声音,发散风寒 若是单独饮用熬制的姜汤 滋味欠佳,可适量加入些枸杞,红枣等,缓解姜味 但姜有发散之性,不可在夜间饮用 否则只会伤及肠胃,引发内热上火 最好是趁着清晨身体生发阳气之时 煮一锅热气腾腾的姜汤来饮用 三,喝米粥,健疲异味 米粥,是餐桌上最为常见的美食 做法简单,老少皆宜 在严冬里,喝些自己精心熬制的米粥 不止暖身,也暖心 尤其是米粥上面浮起的一层米油 是米汤的精华,最为滋补,可与生汤媲美 不管是红豆粥,还是大米粥,都可获中一皮 调节肠胃,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三,进补三样,曾胜护羊 一,黑豆 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记载 常识黑豆,可摆冰不胜黑 黑豆是温热型的食物,是豆类之中地角角者 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特别是所含有的粗纤维 远超黄豆 将黑豆与其他食材搭配 可磨成豆浆,也可做成黑豆粥和汤类 常吃黑豆,不但能补充身体所需 还可促进肠胃蠕动,增强体质 二,菠菜 菠菜被称为疏中之王 是不可多得的药食两用的蔬菜 一书里有记载 菠菜通血脉,开胸隔,下气调中 只可润造菠菜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尤其是含铁量乃是蔬菜里翘楚的存在 既可为身体提供各种营养 也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促进食欲 在冬季,多食用些菠菜可滋补身体,延缓衰老 三,海带 海带被誉为长寿菜,是中国传统食疗珍品之一 含有丰富的点元素,能在身体产生热量 食用海带前,一定要用水漂洗,但不可长时间浸泡 以防营养物质容于水而大量流失 不管是用来煲汤,还是用来凉拌,都风味绝佳 冬季适量食用海带 可温补肾气,提高人体抗寒能力 三季 一,季取暖过度,小寒时节,气温较低,饮寒即胜 必寒就暖,保护阳气,乃是养生之药 天衣加倍是常态,但要把握个度,切勿过度取暖 若是衣着过后,室温过高,只会积热于内 致使阴气亏虚,虚火抗旺,伤即自身 适度保暖,才可平衡体内阴阳,易受延年 二,记忆情绪过激 中医认为,喜怒伤气,寒暑伤行 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冬季万物萧瑟 往往会使人心情低落,情绪失常 情绪伤人易伤即脏腑 在平常,总是过喜过怒,气血上涌,对身体危害极大 一则会导致人体内分泌失调 二则会干预气质 消耗废弃,增加心肺负担 素问里写道 新者,生之本也遇事时,保持心态平和 养好心神,才是养生保健的良方 闲暇之时,可尽做冥想 调身去造,也可平民少花 爬山散步,以受心忘烦,养心忘忧 三,即运动过量 运动是把双刃剑,适量运动 可舒展身心,强身健体 一旦过量,就会适得其反 冬日,天寒刺骨 运动强度过大,轻则损伤肌理 重则大寒淋漓,损伤阳气 让寒邪趁虚而入 在外出运动时,要选在温度较高 阳光充足之时 最好是在正午时分进行锻炼 既可以沐浴日光 脑护阳气,也还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 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每日的运动时长最好控制在半小时内 以微微出汗为佳 好的运动,是循序渐进 是量力而行 恰到好处的锻炼 才会为健康注意良多 三秘诀 一,合骨穴 合骨穴别名虎口 位于手背一,二掌骨之间 是全身反应最为敏感的穴位之一 可用指尖轻压 每日可多次进行按摩 每次持续按压十秒左右 只感到酸胀感即可 长按次穴 可清热解表 活血通落 促进血液运行 对调理身体具有积极作用 二,劳工穴 劳工穴是掌中珍宝 位于手掌正中 可用两手拇指交替按压 也可将两手抵住桌角 进行按摩刺激 但切勿选择过于尖锐的桌角 以免刺伤皮肤 每次按摩三分钟左右即可 长按劳工穴 可清洗安神 调节新火 缓解失眠和疲惫 三,风龙穴 古人有言 谈多一项风龙穴 风龙穴被称为化痰第一药穴 位于小腿外侧 可用拇指指腹按揉三分钟左右 以局部出现酸胀感维度 按摩力度要以揉为主 均匀且持久 常常按摩此穴 可趋势化痰 补一气血 对调和脾胃功能有极好的作用 周藏好这份秘诀 抓住养生的最佳时机 积蓄能量 以最好的状态 去迎接新的一年